你怎么会变成这首歌? 你怎么会变成这首歌? 忽然间就听到这首歌了 然后就觉得这首歌挺适合我的 然后我们编排的时候 我们两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编完了 然后就是 他让我编一分钟 然后他在编 我们实在不敢踏 所以就只能这样 所以实际上这套节目有一些部分是 两个合作吧 不算合作还是他比较多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套节目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所以第一次划这种风格 我也不知道 但是划完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算是从头开始 然后新教练 新环境什么都是新的 就比较 还是适应起来比较 时间比较久吧 因为现在算是适应了 对啊 现在适应了 然后回来了 还是家里的这个 条件啊 保障啊 比较好 嗯 还是在体力方面 整套合跃 然后 嗯 跟力道实践 反而也跟Franc练 还是就是 体力保持得很好 嗯 有有练习的四周 嗯 互内斯 训练的时候也经常跳 市井赛之前我尽量加棒 嗯 嗯 还是 嗯 还是 就是 市井赛 对我的影响有点大 还是 嗯 上场之后 还是有一些紧张 然后 嗯 毕竟自己在 美国待这么长时间 然后还是想 想发挥的很好 但是 就是 心里比较 想的比较多了吧 嗯 就是太丑了是吧 我也 我也不知道 就是别人跟我设计的 然后 你自己设计的吗 就是那个 自由华是我自己设计的 然后我也没想到 他会做出来那么难看 哈哈 然后我 我中国杯之前会做比赛服 我会重做 会重新做吗 会重新做 两套都重新做 因为 太丑了 不适合我 我还是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 简单的吧 嗯 我发型 我没想好 就当时什么心情 就换什么发型 没有什么固定的发型 嗯 不溜胡子 是吧 我没溜胡子 哈哈哈 主要是 在美国一个人 也没人看过 我也懒得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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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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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